早呀 現在是7點40了 天已經大亮了 但是不想出去 外面溫度負三度 我在睡袋裡面好暖和呀 啊 起來看看外面吧 掙扎一下 所以晚上其實 一眼都不冷 只要你在雪地下露營的話 只要你的睡袋還有睡墊夠暖的話 是不會冷的 我寒了再睡 但是要起來呢 今天還要走路 看看外面 天哪 人間仙境說的就是這樣的景色吧 太美了 還是你們看啊 這邊雖然是湖邊 但是好乾 我帳篷外面 一丁點凝露都沒有 我帳篷裡面也是沒有一點點的凝露 好乾呀 而且我現在鼻子有點不舒服 因為太乾了 之前有跟大家說 冬天最好不要用那種水袋 你看這就是危險 結冰了 一到冬季露營 我的睡袋裡面 就會變得非常的擁擠 因為我所有的電子產品 都要放在睡袋裡 不然它晚上一低溫的話 一夜就給你凍掉電了 還好我睡覺不愛翻身 如果你睡袋裡面全是這種東西 一翻身就會 咯咯咯咯咯咯疼 我去湖邊打點水 燒個茶 一層冰 這水還挺乾淨的 裡面幾乎沒有雜質 哈哈哈哈 燃車吧小夥見你 來個紅茶吧 早上起來一杯茶 這生活簡直勝過勝仙啊 哇 我拔地釘有時候覺得很難拔 你們看地釘 這邊都有個小繩子的 你可以拿一個東西敲進去 一根地釘敲進去 這樣拔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七 下面的草都被我睡化了 看來我也是個小暖爐嘛 好像不是很冷 現在應該有零度了 這個溫度 所以我現在凍著還有點熱 快速打好包 我準備去跟大家一起吃一個早飯 哈哈 人多熱鬧 然後吃完早飯之後 我往山那邊走 去那個Lague de Lovie 去年去過一次 不知道你們還記不記得 如果有人看過我的那個Vlog的話 是跟一個很無厘頭的小哥哥一起的 我們去年想從那邊湖翻過這個湖來 但是雪太厚了 很危險 我也沒有冰炸 所以當天就放棄了 今天看能不能過 今天看能不能過 早上大家都在吃早飯 Bon appétit 吃的也是各式各樣 但主要都是麵包 塗上各種醬 還有人吃穀物棒 這邊有個豪華版的 不過輕時間 那麼晚 微蒸製 還不太高 吃什麼 所以他也想吃一般 這樣更貴重 對 好平均 是 不能讓這種美食 一開始 可靠 要想吃 只要念吃 在這裡有多個小姐 都可以進來 要吃佛了 有一個摹訓嗎 很厲害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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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我要放这个牙口 是在这边后面的 但是我现在想先去这边 因为他们后面有一个石头 那个石头 看下这个湖风景 非常的漂亮 所以我准备先上去 然后再往那边走 我们前面 我们有新的旅行 对 大家有很高兴 谢谢 是很开心的 可能我们在山上 谢谢 谢谢 阿里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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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说到这里走了 你沾个石头 走了 好热啊 这个石头里面有个天然形成的大洞洞 这还有点抖呢 我又有点害怕 太阳出来了 这是最好的 太阳洞了 这也浑了 太阳洞了 封面看看 哇 这有个跑越野跑杂的 真厉害 穿得好少呀 我现在磨磨蹭蹭到大家都走光了 这个地方就只剩我一个人 这种感觉特别奇妙 你就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是你的一样 因为你看不到任何别的人 他们听不到别的声音 我要朝着我去年没有翻过的牙口出发了 干 走 有一个小池塘它已经完全冻上了 要是带溜冰鞋就能来划冰了 ». 把下后面的山谷没有 这条路上总还挺陡的 这好窄啊 这边呢 这阴面白天罩不到太阳 所以说下的雪它都不会融化 所以这边走着一点都不滑 不是粉粉的雪 再加上刚才 这天已经有两组人走过去了 他们把那个稻子往前踩出来了 走起来还挺轻松的 至少不用自己去找路 因为如果刚下过新雪 你是第一个走的人 你自己找路的话 还挺费劲 有点冻啊 走了一般了吧 转一个弯之后 这边起风的有点凉 我得加点衣服 这边这个转弯Z字就转得很急了 因为这个坡真的超级陡 你们看一看 感觉有气许度吧 有点还好这个是粉雪 它要是滑的雪的话 我可以恐高又犯了 有点晕 往下面一看我就晕 离牙口应该不远了 现在两点了哪边吃中午饭呢 到牙口了 过去旧翻路2540米 一年前没有能搞定的牙口 今天翻过了 经过一番激烈的讨论 还有研究之后呢 我们决定掉头 因为这个雪坡太陡了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工具 翻过牙口之后 那个路更陡 而且它是樱面 如果我们继续前进的话 会是对自身安全 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决定 我们可以下一次 有适当的设备再回来 也不迟 就是还是安全重要 回去啦 我觉得这是一个合作的决定 坚持自然可贵 但有时候直男而退 是为了能走更远的路 山永远会在这里等你 它不会被任何人所征服 但能给你超越自己的机会 这里遇到两个也是 但是现在爱好 这就是每个人的能力 好 来吧 这也不是浓潮了吗 没有 因为我的脚趾很浓 所以我不会继续 对 我们开始跑 这位大哥啥都没有就这样上来 真牛逼 而走得好快 这可就是滑雪人士最爱的风雪啦 大风雪 哇 我准备在这儿快速的吃个午饭 然后得赶到内 回想要不是在这儿驾营 要不是走下去 哎呀 但是马上天亮黑了 我要走下去才会赶走 冬天这个太阳真的是 我东西都还没有拿出来呢 它都马上就跑到那个箱头后面去 多留一会儿吧 太阳你别走啊 你走了就会好冷的 太阳大哥可能 没有听到我的呼喊 嗯 真好吃 因为法国干肠有那种 它是辣味的 好好吃 有点四川香肠的感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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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到结冰了 哇 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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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走到雪线了 再往下面走一点就没水了 就可以把那个康布给拖掉了 把我的水袋给装满了 因为我不确定我能在天黑之前走到湖边 所以装满水之后 在路上看到有可以扎营的地方的话 我就可以扎营了 就不用那么赶了 赶到湖边 我觉得这个线路挺适合越野跑的 我要是没有背这么东西 然后我穿了一双轻便一点的鞋 现在可能就飞起来了 好美哟 我挺想在这扎营的 我没有记错的话 这里应该就是这下坡 整个下坡唯一比较平的地方 而且这边帐篷一大平三分钟 特别好看 但是这是一个风口 你看 不想吹风 算了吧 明星日落还有35分钟吧 大概 所以天黑的话 可能不够一个小时 但是我还走到下面 估计还要一个小时 我现在把我的相机 在两家全收起来 专心走了 看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这种 带侧挂的登山包 因为在走这种比较难的路 就要用另外一只手扶着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快速的把你的登山杖 别在你的侧挂上 而不用把包取下来 因为有些地方 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停下来放包 在这种有铁锁的地方 你最好是戴一个手套 不然万一你突然滑一下的话 割到会很疼的 走到这块大石头了 我对这块石头有印象 当年想上去拍个照 但是控告害怕没去 我再去 这一块是这条线上比较危险的一个点 因为那边太方过 最难的地方应该都走了 我现在浑身冷汗 因为还是有点害怕 一会儿可能要走一小间夜路 下面那个就是可以露营的湖 大家平时都在那个沙滩上 这个湖平时来的人很多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没有人 还是周六呢 习惯 妈呀 这个路也太美了 山好像烧起来了一样 看到这日落 快习惯一样吧 哇塞 太美了吧 我希望每天都能看到这样的日落 在天王圈黑玩之前 我下来了 这里就是湖边了 嘿嘿 刚去找的地方找帐篷 去年来的时候 我记得往碎石堆 后面走右快递 挺不错的 这块地也不错 挺平的 不想走了就在这吧 这块地不知道被哪个好心人 刨得这么平 太不容易了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我去年那个Vlog 这边湖边那边我全走过 都是斜坡 我真的是在一个大斜坡里面 抛出一块地出来 这块地正是 平整到我感动得想哭 哇 好久好久好久 没有睡过这么平的地了 哇 我简直感觉比中了我 中十万块钱还开心 夜晚日落之后半个小时 天还不会完全黑 所以说你们在徒步的时候 一定要算好时间了 如果不想走夜路的话 昨天那对couple走到晚上八点过 我是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 太危险了 而且第一次 露营也没有经验 只看碎时地不太好 太低地了 所以打完之后 我拿一个绳子压着 比如说像这里你可能 必定会打不进去 但是没关系就地取材嘛 比如说这里有个大石头 这样就把这个风声 缠着这大石头了 注意一定要把那个绳子给固定好了 不然如果万一起风 它又老是在石头上磨来磨去的话 有可能直接把那个风声给你磨断了 也就没有屁用了 这里海拔比昨天低600米 温度可能会高个四五度 所以就零上了 我觉得睡袋可能还有点热了 没事我就把它当被子盖了 哎呀昨天没有穿上了脱板鞋 今天穿上了好舒服啊 姐放九儿子头 不说这个LOWA的鞋子还是挺牛逼的 我今天在雪地里面走了一整天 就外面有点湿 看 但是里面完全都是干的 一点问题都没有 脱衣服洗澡 这地方好温暖 感觉有个七八度的 我搞了一盏影地灯 这样就很方便用 照着亮亮的 这个真是死亡角度的打光 好了 我要脱光光洗澡 咋了一块钱 换好了 我今天一天还没有拉屎 因为今天一天都是在雪山里面走 然后我没有带装瀑瀑的袋子 又不能在雪地里面拉 我就硬给它憋回去了 就憋了一天之后 怎么就不想拉屎了 感觉明天回去 回家会加倍排放 恶心到你们了 不好意思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今天晚上吃什么呢 还是跟昨天吃一模一样的 毫无惊喜 转眼又到了一天 最开心的吃饭时间 今天没有走多少路啊 今天才走九公里 但是暴力 我觉得每一次走雪山都好累啊 在家长天那个坡真的很陡 其实说实话要走的时候 还是害怕 战战畏畏的 今天遇到了四个人 还不错 我本来还以为一个人都会遇到 好神奇啊 想想昨天这个时候 我们十六个人围成一团 有说有笑的 现在只有我和自己 这个袋子用完了 下留着 我家都不用洗了 因为我下次里面也装酥溶汤 继续用 用到破为止 酥溶汤真是拯救徒步者的发明 太好喝了 我想酥溶汤这种玩意儿 我在家里面是从来不会吃的 但是到了徒步录影的时候 它就是人间美味 所以现金不换 专进帐篷喝茶了 哇 好困啊 今天七眼半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倒头就得睡的状态了 喝完睡觉了 晚安 明天见